好奇妙 他就跟我讲说你要找的 一个是跟龟有关的 一个是跟蛇有关的东西 然后这边还写着 你看奉上帝 什么赤令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那么玄天上帝或者真武大帝 那么你看他这真的很奇妙 然后在当时 回来我做的一个音乐作品 其实我跟流行音乐 真的就一直没有机会 然后当时我做的是 等于是非流行的 其实这一座讲座就是 我第二次在第十四届的 最佳专辑讲跟制作人讲 那我就觉得说 那难道我还想再回到流行音乐 难道真的要等那么久吗 然后就在去年 又他等于说 给我一个很奇特的感应 然后我找到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 这是一只鹿 这是一只鹿的头 上面你看到这是它的头盖骨 这是它的两只脚 那上面的雕刻 我相信大家光看这个就知道 它的年代真的非常的久 其实我当时找到 我并不觉得我是找到第二件东西 是我最近真的很奇妙 刚好历史博物馆在展出神友武当 把武当山很多的古董 带到这边来 我一看到里面第四个馆的这个玻璃 我就吓一跳 因为原来古代 我相信几位老师都了解 鹿因为它有脚 鹿脚其实是一种通天的意思 那以前我没有注意到 后来我才发现在这次很多 在武当山他们那些 非常古老的这些文物古董 有好几个都是跟鹿有关的 然后你看它这一面 又像一个龟壳一样 然后这边直直的又像两只通天的蛇一般 那么我们讲北斗七星 它就像一只龟外面包的一只蛇 所以我真的等了二十一年 我终于现在流行音乐 这么久没有机会做 我终于哦 我在去年底终于完成了 我一个流行音乐的作品 薛浩平唱游世界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很奇妙 就是说到底什么缘分 让我们就是说 人生在这个自己的过程里面 有这种机缘 其实大家不妨 各地方的庙走一走 对不对 可以找到出跟自己有缘的 有相辉映的 相呼应的这个神明 来保证自己 也是你自己要有那个地位 不过老师给你指点 请你找两样东西 你也不见得会去找 或者是搞不好身边就在 那找吃的你一定是找得到的 所以真的还是要有缘分 关于老师来 请教我们一个风水密法 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个神明的庇佑 然后我们的运势大开 所以我们讲神明 当然跟神门会有关系 所以让我们能得到神明的保佑 能够让我们的运势大开的风水密法 第一位介绍的是 神未安置能够一定要达到 长风俱气的材料 是是是 很多人这就要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安神明 很多现在我们都家里会安神明 安菩萨 神未他绝对是代表着 你住在这里面的财富健康事业 所以如果你没安好 你会发生很多的状况 所以要不要达到长风俱气 什么样最简单去解释 神未坐下去的位置 一定要让这个气流能够凝聚 那你就给它想成水流 这个水流过来 怎么样让这个水能在这个地方稍微打个漩涡 水会在那边漩涡以后再流掉 这个就达到长风俱气 如果它达到这样子的时候 进来它就守住了 所以你家菩萨 看看每个观众朋友 就看看你家的房子 菩萨坐在这里 我这边有没有一个依靠 有后靠 绝对会有后靠 后靠没问题 但左边或是右边 有没有一个墙 没有墙 你要动个柜子给它挡出来 当然一定要面向正向的采光面 那这边要挡住的时候 气流流到这里 它成了一个长风俱气的水流 再往外流 如果有这边的时候 再右左边又来了 那两边都凝聚的时候 这个水流流到这个地方凝聚的时候 菩萨坐在这里很稳 就像你坐一个单椅沙发的时候 很舒服 所以长风俱气就是在告诉我们 你坐的位置 一定就要像一个单椅的沙发 两个扶手 就住家里面很容易是 按下去墙壁 所以这边是一个门进去房间 这边又一个门进去厨房 那坐在这边就是气都冻了 那就没有 那这种状况很容易改变 比如说改天命夺神功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家里面 怎么弄出来呢 这边是房间的 这边是厨房 找出哪一个不妨碍动线的位置 用摆个柜子 或是一个屏风 柜子太小 那我用什么 所以我当时就叫我们观众朋友 他们家用什么 那折叠的塑胶 拉起来 拉到比你绳桌长一点 绳桌有两尺的宽度呢 我用拉个三尺 这边拉个三尺的一个小瓶 这个塑胶瓶的 拉住了之后 这个地方达到长风聚气了 所以这种 这样子的话 你就能够得到生命 包括运势才会开 整档改变了 第二个我们知道 可以叫就往外求了 是宰屋里面求 有还要往外求 财神庙求起五代的相会 就是说你要再到财神庙 你觉得那个财神庙 你觉得很有缘的财神庙 这把拔拔给他求 红帚自己拔 红包带带给之后 求起五代相会 就是你给他装一小汤匙 就可以在一个红包带里面 装个相会 就是五相会 那摆在哪里 要摆在我们宰屋的四角其中间 中宫 中宫是这样 中宫就房子的中心 就很快的把我们的气 就会转化了 第三个是 用台湾很多 我们土海人很多 用台湾土海人很多 准啊 所以我们说 我们会讲说 马祖庙求香灰挂船头 我们最常碰到 因为马祖是代表一出寸 一出寸出的平安 不能不能抓到很多鱼的时候 所以说用在马祖庙求起香灰 挂在船的头上 船的前面 所以可亦凡风水大丰收 所以我们尊环境 台湾土海人很多 这土海人 我们西部 西部 南部的 这边都很多土海人 所以我一间 北部基隆也是很多了 所以我们过去有很多说 家里都抓不去 常常很多的大海浪 让他们结果 这一出去回来都亏本 那这种状况之下 我都建议他们说 这种情况 你要出门之后 每一趟出门之后 就去马祖庙 给他求起香灰 就在 挂在我们的船头上面 这出去 这一趟就大风收回来 所以土海人 这是一般土海人 如果你土海人 如果家里有做了财神庙 又土海人再做一次 相信你在这一年 一定很快的运势就打开了 第四种我们建议是什么 神尊的下方 押五个硬币来招五方之财路 现在我们现在探现事情 赚现代钱 所以我们用现代五十块就可以 十块五十块就 就你神桌 在利用现在快过年的时候 在过年这段时间 很容易就会去动到什么 清豚什么就给它摆上去 或者说你平常没有你选个好日子 就把它放在压在神座 这个神位的底下 神位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动它的时候 事实上当我不能动 没有选日子的时候 神下面一定有他座的那个位置 你给他摆他那个座 座底座的上头就可以 你说稍微用一个 给他摆上去 你可以用个连胶 用那个双面胶纸给它连一下 或是白胶给它连在上面 其实上神明座的那一个 我们雕刻出来的那个座 它的椅子座位的底下角落 你给它连硬币都没有关系 那就代表它带来我们的财气 可以帮我们锁住我们的财气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最简单 家里有安神位的人 可以在你神尊的下方的 压个五个硬币来招五方之财路 相信这样子很快就可以帮助我们 家里面运势不开了 很快的就能够运势大开了 是 风水真的很重要 从因为你部门的绩效很好 有获利 所以半年 每半年在分红的时候 来 接下来问蔡耀哥 道教的财神 也有很多来历的故事 对 我很纳闷就是说 我们这尊财神 文财神 已经2500年的历史 但是在台湾竟然很少看到 这个很纳闷 这尊就是陶珠公 真正的文财神 陶珠公以前叫做范李 以前他是在越国 然后帮越国复国 为什么 因为越国被吾国打败了 然后陶珠公他就 找这个西施来迷惑这个吾王夫差 然后叫他说去攻打齐国 让他的战力慢慢消耗 然后后来越国就把吾国打败了 然后我们常常说理财 不是在理我们的薪水说 22K 30K 那个有什么好理财 每个月都几乎是月光族 到月底就用完了 应该理财是说有一笔积蓄 一大笔的款式 怎么来应用 来处理 让他可以不但保值 还要增值 这个才是理财 但是我们说理财的时候 最重要是什么 timing 时机点 就是进场跟退场 然后陶珠公在这方面 就是第一高手 为什么 他知道说 我可以帮越王勾建的时候 帮他户国的时候 我帮他这个西施 把他训练成一个 杰出的谍报员 然后慢慢的 让这个无王勾斋沉迷于酒色 然后整个国家慢慢的衰弱 但是在成功的时候 越国已经复兴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要退场了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说月王勾建 他是尖的嘴巴 而且颈部很长 这种人可以同患 可以一起患难 难以处安 哪一种 难以处安 你说哪一种 脖子长 脖子长 而且嘴巴又尖的这种 嘴巴尖 对 毛泽东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知道要退场了 赶快把西施带走 然后到西府 后来他到定陶 这个地方开始做生意 然后他的理念 做生意的理念到现在 连华尔街都放为金科玉律 为什么 他就说责任 要选对正确的人才 能够办事情的 认识 就是timing 就是要选择这个时机 第三点就是分享 赚了钱 一定要分享给我们自己的亲人 分享给员工 陶租公那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逢低买进 然后涨的时候再卖出去 然后这个时间点要选对 然后另外一点 陶租公他有的高瞻眼阻 更是一个财神罪必备的条件 他有三个儿子 老二在楚国杀了人 要被骗死刑 那怎么办 陶租公赶快 叫他的第三个儿子 带着一箱的黄金 去楚国 找一个叫做庄生这个人 庄生这个人虽然住在这个露像里面 而且看起来家里很穷困 但是他是一个青年的人 而且在楚国他讲话是有分量的 连楚王都会听他的 然后这个陶租公他这个儿子 把这个黄金带过去 给这个庄生的说 我哥哥 我二哥在这里杀了人 麻烦你帮他营救 这个我爸爸带这个黄金来给你 然后这个庄生就说 你搁着就好 你可以离开了 然后这个庄生马上就跑到楚王那里说 现在这个天象看起来 对我们国家不好 大王你可能要做一些有功德的事情 来消弭这个灾祸 然后这个楚王就问他说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应该要大赦天下 然后这个楚王听到说 好我就来大赦天下 赶快把这个财库封起来 因为每次犯人一放出来的时候 就会抢劫这个财库 把黄金的金领财宝拿走 然后把这个财库赶快顾好封好 然后事情就开始传言 这个大王已经在大赦天下了 很多人会放出来 然后这个桃珠公的这个小儿子 这个本来是要叫小儿子去 但是大儿子吵着说 我一定要去救弟弟 我不救不行 你如果不让我去救我要自杀 所以果不离杀中让这个大儿子去救 然后大儿子就在市井上面 慢慢的听到说有这个风筝 犯人要放出来了 可见我这个哥哥 这个弟弟要放出来了 大儿子认为说既然要放出来 那我们这个黄金就不必给庄生了 就跑到庄生那里去 跟庄生讲说那个黄金我要拿走了 因为我弟弟可以放出来了 不需要再用这个去活动 然后这个庄生一看到这个景色非常生气 我都还没动它的时候 你这样子就在那里蠢蠢欲动 那么急迫的要把这个黄金拿走 马上又跑去庄房那里 哎呀 庄房啊 不行 现在市面上都在谣传说 你要放这些犯人 是因为得到了某些好处 哇 这个庄房很生气 马上就把这些犯人全部关起来 然后该死刑的就猝死了 结果陶祝公的二儿子就这样被杀死 然后这个老大就把这个弟弟的这个棺木 就拖回去家里 然后全家都在哭 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陶祝公就大笑 他说我本来是叫第三老三的小儿子去救 今天就可以救成功 但是你老大一直吵着要去救 结果拖了一个棺材回来 只有他在大笑 因为小儿子从小没有经过困苦 所以不知道这个金钱的可贵 但是老大因为跟我一起打拼过 所以知道说爱琪这个金钱黄金 所以舍不得 然后因为舍不得黄金 结果害了老二被杀了 所以陶祝公这种财神 是最有可以应用 就是说可以我们直接正面的燃量最大 所以我们就请玉佩老师来看看 2015年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恭喜你 要财运大开的 当然我们要看的还是人格跟总格 所以大家就把人格总格的笔画拿出来 对对看你上榜了没有 人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就好像郭靖存 它的人格就是郭跟近相加 总格就是郭靖存这三个字相加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组叫做 多方来财机会很多 如果你的人格和总格出现了9 11 17 19 35 38跟39的人 我记得笔灵好像有 哎呦 嗯 那 你我那样低调的 你头发动是吧 有对到的人意思也就是说 在这一年当中呢 因为有贵人的帮助 所以他会提供很多赚外快的机会 而这个外快呢 它是非常丰富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外快 它是细水长流的 并不是只赚一次就没有了 那还有呢 还有一种人就是 自己实在是也很拼 除了自己的正职之外呢 他可能有一些外来的case 举例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造型师 他除了本业的造型之外呢 在这一年当中 有人来让他兼婚纱 或是兼走秀 所以呢 造成他在多方的来财 还有的人可以赚仲介财 也许他呢 仲介了一笔土地 哎 这笔佣金也很丰富 也有人可能会赚到了 叫做 嗯 每一届之财 就是他常常可能跑日韩 帮别人带一些商品回来 这中间的获利也是蛮丰富的哦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这个叫做 收入丰厚财运很旺哦 人格跟总格如果是 五十三十八 二十八 三十一 四十五跟四十七 这不是尽存吗 哎呦 不好意思 哎呦 嗯 好 如果说啊 对到的人 你今天是一个上班族 你拿的 就是固定薪水 这个钱从哪里来 就是从 因为你部门的绩效很好 有获利 所以呢 半年 每半年在分红的时候 你分到一笔大红包 而且这个红包呢 的金额 几乎已经超过你一年的收入了 这是针对上班族的 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 在这一年当中生意非常的好 不管你做的事 大生意也好 小生意也好 哪怕你是在路边摆摊 卖红豆饼的 你今年的生意都可以让路人去排队 零号码牌 一个生意做到零号码牌 不赚也难啊 那如果呢 吻合这个笔画的人呢 你是做业务的话 在这一年来讲 业务强强棍 那个佣金真的是滚滚而来啊 除了这个之外呢 赚了佣金 你每一次的竞赛 你也赚到了竞赛的奖金 甚至于呢 你还可以拿到出国 免费的出国旅游啊 所以你吻合这个笔画 今年你一定要 腿要跑得起 不要浪费你这么好的一个业绩运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啊 第三个这个叫做 投资运价 投资获利 荷包满满 人格跟总格呢 如果是 75 20 27 29 37 跟57的人 好 有这些笔画的人啊 之前如果说 你有跟朋友合伙 那个生意啊 实在是惨淡经营啊 虽然不至于血本无归啦 可是每一个月 每一年都在贴钱 但是呢 到了2015年呢 突然间生意 有好转的趋势 好好的经营的话 在这一年当中 你可以赚回你三分之一的资本额哦 那如果说呢 你是一个股票投资组 那之前的股票 几乎都套牢了 钱被套牢了 所以就造成你资金的一个减缩 但是呢 在一开春之后呢 你买的这个股票 你要注意看 它有开红盘的趋势 所以你掌握好时机 该退场的时候就退场 你这个抓住好时机退场 其实你是可以赚得到的 我们都知道股市它其实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如果你还在贪 还在观望的话 你可能就会跟机会擦肩而过了 不是机会没有来 而是你没掌握住 那还有的人可能是买房子啦 之前呢 因为房子一直在受到打压 那来看房子人很多 可是出价的人很少 但是呢 过了年之后呢 你就遇到了 欣赏你房子的贵人了 虽然说它开出的价格 跟你当初的预期会有一点点落差 可是在不景气的当下 其实你比较 跟你投资买的时候的金额 你还是大赚一笔 谢谢 当我们赚到钱之后 我们最想要的愿望是什么 当然就是长生不老 把它开 先进广告 回来再来慢慢长生不老 特别请他练了半天以后 生性不疑他就吃下去 在皇后吃下去 吃下去以后 原来就已经在生 古代有很多的这个帝王 跟道教也有很深的缘分 我想帝王钱他最多嘛 对不对 钱他最大 当然他也想活最久 老婆他也最多 对不对 那社长 那是哪一位跟道教非常有缘分 成继思汉 成继思汉的时候 当时是援朝嘛 他其实当时有出一个道士 也是非常有名 刚才后面有特别提到这一个人 叫邱楚姬 这个活了多少 比刚才我讲那个陈团老祖 活了118岁 邱楚姬活了更久 活了123岁 123岁 所以那皇帝 像你说的 有钱没水 所以 真是呀 所以都会找长生不老之药嘛 就找道士来啊 当时成继思汉就找这个邱楚姬 他找的年份很老计啊 1819年刚好成继思汉要西征的那一年 就派人 派了一个大使去请邱楚姬 邱楚姬当时住在山东 那我刚才讲成继思汉去派人去请他的时候 成继思汉已经开始要西征了 一个往西山东在中国的东部 后来邱楚姬带了18名弟子 带了18名弟子从那个山东启程 他们干什么 以前没有交通工具 所以啊 骑驢 骑驢子 花了两年多时间 追上 对追上 追到成继思汉已经追到哪里了 在阿富汗 哇 成继思汉他当时已经打到阿富汗 中古的山东到阿富汗两年多时间 骑驢 当时邱楚姬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那个穿了骨头都删掉 但是他七十几岁的人有办法到阿富汗去找到成继思汉 所以他如果这两手成继思汉都吓坏了 其实蒙古人以前很怕打雷 闪电打雷 你知道在那个大草原闪电打雷很容易打死人 对 很容易打死人 所以蒙古人只要一听到打雷的时候 人都会蹲下来 然后甚至更迷信的村落啊 他们碰到打雷 打雷多的地方啊 他们会搬家 搬千村 搬迷到雷 雷点比较少的地方 不然会被打到会打死人 所以邱楚姬七十几岁跟他讲 邱楚姬七十几岁除了养生以外 他很多自然现象他清楚 他知道在援朝那个时候 他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所以他跟他讲 你只要如果蒙古人你尽孝 孝道做好一点啊 打雷就不会打到你 所以后来蒙古人就比较不会怕打雷 反正他就用很多方法去跟陈基斯坦解释 所以后来陈基斯坦送了他很多东西嘛 道教从丘楚姬以后 你知道在陈西中古有三个道工道观 这个是丘楚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画像 你看在陈西有一个叫重阳宫 重阳宫前面这个就是主秦 这个你知道重阳宫多大 你看他里面你可以看刚才那个 他里面深层叠叠 大概有五千多间房间 可以做一万多个道士在里面 这一万多个道士从陈基斯坦开始 就免税不用缴税也不用胡老义 什么都不用 那每天要干嘛 你就练丹就好了 练丹就好了 所以你说帝王 中国帝王跟道教关系多很深 陈基斯坦尤其深 就是跟这个邱楚姬 邱楚姬的师父就是 道家那个前秦 刚才讲到前秦派 前秦派的王中阳 一发开企业他底下七个弟子 武功最高功率最高的 就是邱楚姬